你们在意的是什么 自拍对不对 它的滤镜 真的有够美 你不用再另外下载App Hello各位台湾女生日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日常闺蜜哈雷蜜 今天的小编是什么 要来开箱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那就是江江 明天才要上市的 Samsung S22 Ultra旗舰机系列 今天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直白的方式 来跟各位女孩们讲 这只手机的功能大剖析 平常在讲手机看3C 都是男生的事情对不对 然后我们常常都觉得 好多术语听都没 所以今天我懂你 I got you 我今天就要来跟你们讲 这只手机第一点 它是号称什么呢 手机界的单元 它有超级无敌 强大的摄影功能 怎么说 你知道我昨天在用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打开相机 它拍起来 仿佛就是真的相机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功能可以选 比如说你可以调你的光圈 近光度 跟其他有的没有的很像相机里面 才有我看都没有的功能 但一般女生可能不会用到这么多 你们在意的是什么 自拍对不对 它的滤镜 真的有够美 你不用再另外下载App 现在很多女生不是都在外面直播 或者是可能录影拍YouTube影片 这只手机有了之后 你就再也不需要有相机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手机都主打说 我有夜拍模式 可是拍起来还是颗粒感很重 回家还要用手机在那边调锐化 调超久 这只完全不用 这只你的夜拍模式只要一拍下去 清晰到不惜 直接可以上传IG 你的爆炸美照直接Get 除了我刚刚讲的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地方就是 它有人像蓬拍模式 很多手机都有人像功能 可是它的不一样点在哪里 它拍起来的人旁边 不会有那种很奇怪的雾面 而是完全像单眼相机拍起来的感觉 第二点我要介绍的是什么呢 它的S Pen 你知道什么是S Pen吗 在这里你有看到吗 这有点小小的 我就这样把它按出来 它里面就有一支笔耶 而且这个笔是 其实是之前Note系列才有的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画画 如果你是平常跟我一样 很喜欢在上面写字画画的人 你就可以在这边上面下载你的绘图软体 然后用这支笔 就可以轻松画出 犹如绘图版般专业的艺术作品 而且这次这个手机的S Pen 它有升级哦 它让你比之前写起来 更像在纸上书写的感觉 一切都更加流畅 第三点我要介绍一个 你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这次的手机外观 刚刚呢 虽然我有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只有两个颜色 但是它这次有出四个色 哪四个呢 除了我手上的大器总裁黑 还有这一支美女红酒红 还有两个颜色 另外一个是草地绿跟天使白 它的这边你有看到吗 它的背板是大猩猩雾化玻璃 也就是所谓的非常强韧的玻璃 然后前面也是用同样的材质做的 所以不是很多女生在外面 会不小心把手机摔到地上吗 我不敢摔 因为这支我还没卖 如果你摔到地板 其实不太怕它会裂掉 第四点就是你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在乎环保 三星也不例外 因为现在的手机都有很多包材跟耗材 让地球很容易受到污染 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垃圾 但三星这次很棒棒 非常多的手机零件是取材于哪里 你知道吗 是取材于海洋的废弃物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它这次的外壳 里面不是会有那些纸跟包材吗 也是取材于回收的二手指 还有一些回收塑料 所以三星这次做到的是不只外观好看 功能好用 而且还关心地球 第五点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只手机的安全性 为什么要讲到安全性 你觉得跟手机哪有关系 当然有 你有没有觉得你每次讲到一个 我好像买一个什么网拍 然后下一秒就出现那个广告 对很可怕 你永远都不知道谁在听你讲话 谁在看你搜寻的东西 可是这次三星有特别提到他们的安全性功能 你的手机的作业系统本身 跟你的个人资料隐私的部分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听起来我很强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手机讲说 我们主打我们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以上我讲了五点这只手机强大的功能之后 你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疑惑吗 既然我是你们的日常闺蜜 那我就必须用一些你还听得懂的语言 来解释一些困难的东西 希望你们都可以了解今天哈利蜜讲的东西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都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 如果你喜欢哈利蜜今天的介绍 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拜托一下 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不然我会被老板 老板 老板 很浮夸